春节期间一辆谷歌自动驾驶汽车 在旧金山的中国城内遭到民众砸破车窗 破坏车身最后甚至放火燃烧 根据当地消防局表示 车内没有驾驶也没有人因此受伤 在汽车起火后十分钟内扑灭火势 究竟为什么要砸车原因还不清楚 患乱的场面不止出现在旧金山 瑞典西部哥德堡的一个游乐园也发生火警 浓浓黑烟直窜天际 游乐园内还在建设中的室外设施被火势吞没 建材从火焰中掉下不久后还发生爆炸 发生爆炸的还有在南美秘鲁的化学工程 这起爆炸造成五个人受伤 然而工厂的起火原因还不清楚 细节仍在调查当中 TVS新闻总和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